新北市国三省因为爆发口角冲突 女学生经招来同年级干戈戈助阵 过程中刺伤男被害学生 26号强救不治 离开人世 事发后得到相当大的关注 少年处理法再度成为讨论议题 加上事件后涉嫌教唆女学生疯狂 在社局媒体上发文引爆网友怒火 针对校园安全疑虑 少年队也出面说明 带来听一段他们的说法 针对少年容易聚集的 宫庙等等场所 我们也规划扩大灵检等等的 勤务实施查查 有网友指出犯案的两人外传 长期混在宫庙 结识不少帮派分子 行凶的男同学遭收容之后 朋友还在IG上 表达知识态度 其中还仿校帮派术语 行安 惠媒事等用语 针对校园滋事案件 教育局也回应后续应对措施 学校会召开返校的一个路班 安置会议 讨论包含路岛策略 路班等相关的配套措施 民众也表示 校园不该是这样 应该还给师生一个安全校园